文革55周年之際,黨內外的極左勢力推動文革方案,來勢洶洶 就在這股文革復辟的暗流或狂潮中,毛左派代表人物孔慶東甚至宣稱 毛澤東思想是6000年來人類最偉大思想,迄今為止無人超過 人類藝術的高峰,就是江青的樣板戲,不可超越 然而,為何毛左派張諾的文革紀念會在最後一刻叫停,只有一種可能 以習近平王滬寧為首的極左派在中共黨內受挫,尤其在中共高層遭到抵制 而無法隨心所欲,此得臨時叫停 在黨內,作為習近平和習家軍的對立面,以團派為主的反習陣營 顯然不贊同任何形式的文革復辟,以至於親習近平的喉舌維持揚言 要打破七上八下的規矩,變成七下八上,製造二十大人事異動的石破天津 並指名道姓說,明年將滿67歲的李克強和汪洋已經入局三屆,未必需要留下來 政治老人的開明派和主流派,也顯然反對於任何形式平反文革 前不久,即今年清明節前夕,前總理溫家寶出面發聲,用力敲打極左路線 溫家寶以回憶和紀念母親為文,暗諷習近平盲目模仿毛澤東 他說,人們之間許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意著作的 但是,唯有真誠、樸實和善良的情感和心靈是做不了假的 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未來中的勇氣 看他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關鍵時刻的擔當精神,就可以窺見他的真實 溫家寶接著說,我同情窮人,同情弱者,反對欺負和壓迫 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那裡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 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 在這裡,溫家寶意有所指,明顯針對習近平迫害維吾爾人、霸凌香港人 威脅台灣和南海周邊國家 溫家寶以自己的任期作為,告誡習近平,受世之史及常作規矩 勸習近平及時退休,切勿僭越改革開放後,形成的黨內共識 領導人任期制,不超越兩屆任期 其實,誰想平反文革,即便在習家軍內部也出現反對聲音 近期有關副總理劉鶴的種種新聞和傳言 其中之一,就是因為他反對從品文革而與習近平似和 劉鶴父親曾是中共西南局書記 文革中遭批鬥,不堪受辱而在成都跳樓,自殺身亡 這樁悲慘往事,必然在劉鶴心頭留下永久而不可磨滅的驚悚和刺傷 只要他還是一個基本正常的人,具有起碼理性的人 就不可能接受任何從品文革,平反文革的圖謀 溪流失和之後,不僅常年陪同習近平到外地視察的位置被團派副總理胡春華所取代 而且傳出負責中美貿易談判的位置,也可能被胡春華所取代 更有甚者,劉鶴家族突遭爆料,其兒子涉巨額戀財 明顯是習近平或其身邊人故意對外媒放風 以出口轉內銷的輿論報復劉鶴 習近平與劉鶴關係失和,猶如習近平與王岐山關係失和的翻版 都在於價值取向和思想路線的分歧 在過去一年舉翻美中關係、美中貿易戰、香港大抗爭、新疆集中營以及大瘟疫 王岐山與習近平都形成尖銳分歧 作為報復,習近平憑藉手中權力,檢出了王岐山身邊羽翼 包括他從前的得力副手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大管家副部級高官董洪以及一師一友的紅二代鐵哥們任志強 又如何做到幾個年底下的朋友 華麗 球 感谢观看